我会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的 我给你 靠我给你 小青 我记得你以前是不爱戴首饰的 那项链拿买的挺好看的 你还真别说 这 这 我送的 战哥这眼光真好 对对对 是吧 我一看就是你的风格 你们发现没有啊 小青戴上这项链啊 特漂亮 尤其是这几年多成熟啊 我好看啊 记不记得她刚到美国的时候 那 那个小女孩那个样 我当时就琢磨了 谁家那小女孩啊 这是上美国找父母寻亲去了啊 结果你们猜怎么的 就人家学问做得最大 是不是 就是 小青那时候看着就跟孩子似的 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我听这话怎么 搞得你们俩好像是小青的父母似的 怎么了 给羊子钱吗 搞得你们占小青的便宜似的 没有没有 这个不算这便宜啊 我还要感谢大家呢 你们这 你别傻了还敬他们呀 这哥几个啊 就顺着干给自己抬备份的 同意说打今儿起 逢年过节 挨个闻闻闻闹红包 给少来不成 主料是他俩 对对对 小青你看是这样啊 这个倍儿可以长 叫叔叔叫大爷 我们绝对没意见 但红包没有 穷啊 不穷啊 别管我喝酒我不猜 我替小青盯着呢 那你替她喝一个啊 我才不会干呢 我又干了 我又干了 这少了点 没事 干得怎么样 可以可以 让你感谢艾薇咱的酒啊 说好了 回头再来啊 还得这酒啊 没问题 我管够啊 行了艾薇你不用送了 下面我们知道路了 行 回去吧 咱们几个人里边啊 也就肖战会弹钢琴 能帮我调调音 放心啊 用不了多长时间 是 我们也确实 舞婴不全 是不是 我们也不会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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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们走了 好 拜拜 现在酒呢 可以 辣 我的天啊 你又没感觉 你又没感觉 没了什么 你 你说刚才你又还挺好吃的 是啊 好 什么啊 艾薇家里的房子 嗯 我还好 不闻不动 多好 好 孙建国 你是不是有合作啊 我没合作啊 我没合作啊 他呀 差点就多 那就是 俩人都杀不住的 好吃 艾薇 你回头找一下这款酒啊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找这款酒 你们先回去吧 什么酒 你怎么了 小晴 我想回去看看 你回去干嘛呀 啊 清儿 有些事呢 大家伙心里也都清楚 你说安威和肖战这关系 有些是你知道的 有些是你不知道的 对吧 毕竟你来美国比较晚 今天让他俩先把话说清楚 甭管结局如何 对你都有好处 走 咱今儿先回去啊 走 清儿 咱们去吧 他跟肖战这关系 具体咱也说不清 走吧 原来你们说 战哥和艾薇还有戏呢 行了 别八卦了 没问题啊 应都是准的 那我就先走了 小湛 你怎么变了这么多 我没变啊 要是以前 你明知道我拿钢琴当借口 你肯定当面就说出来了 而不会像现在这样 还一本正经地帮我调音 以前我会直接说出来 那是因为我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你这钢琴有没有坏 小湛 我没有别 我对你的爱 我从来都没有别过 我知道我嫁给周 我伤害了你 我对不起你 我都知道了 我不想再去说 以前的那些事情 但是我 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我知道 所以我没有任何怪你的意思 你也不用 觉得对我有什么愧疚 我们以后还可以做好朋友啊 就像我跟老孙 向东 苏立军 和卫红他们一样 你为什么不说跟小新一样 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 一个很直接的人 你这是怎么了 小新他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把我们的北京小胖爷肖战 变得这么黏黏糊糊的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的好吗 我也需要成长 你结婚那段时间 所有的生活都在继续 你没有影响任何人 所以你真的不用觉得有任何愧疚 你这房子多漂亮啊 你刚搬进来 还有很多地儿需要收拾 你赶紧先忙吧 有什么问题 这方面的你随时找我 好吗 我先走了 肖战 我有话跟你说 艾薇 我不想把很多话说得太过明白 你知道我的个性 我怕那样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 我知道 我就说一句 说完让你走 你说吧 就算你改变了 也没有关系 我会让你重新回到我身边的 我说了 我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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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我看顾 你们应该老公 更能地地 我部分你只能和我 我觉得很长的 你回来了 怎么了你 还有什么事了 你到底怎么了 是玛丽又给你什么研究数据 让你压力太大了吗 不对啊 玛丽自己很正常啊 下一个不正常的就是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这是在生气 生气这么明显 你看不出来吗 生气 谁有这么大能耐 能让我们赵小青生气 我今天看到了 我最不想看到的那一幕 这感觉像什么 就像看电视一样 他就要看卡的那一幕了 他怎么都过不去 怎么都过不去了 他怎么办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没听懂啊 什么 你是不是压力太大 然后出现幻觉了 那绝对不是幻觉 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亲眼看到的 你知道吗 那你到底亲眼看到什么了吗 怎么了呀 你怎么知道 我还是不记得了 等我接下来 你不应该想的 你这么酱异 我用不混的 你怎么着过 你快感觉 我会哀悲 我 struggled 你走吧 你可是你 你怎么着 我怎么着 你怎么着 你怎么着 我们两个说话的说 挨得特别特别地近 脸就已经挨在一起了 就差醉了 赵小青 恭喜你 你谈恋爱了 什么呀 我自己跟自己谈恋爱啊 不不不 根据我多年的研究 你现在的种种情况呢 是一种病症 它叫吃醋 有一点嫉妒又有一点羡慕 而且还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呀 赵小青 那你就是谈恋爱了 赵小青 你谈恋爱 你居然会谈恋爱 你是个正常的女孩呀 喂 珍妮 我现在很难过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我当然高兴啊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等会儿 这样吧 我帮你分析一下吧 对对啊 好 好 你先告诉我啊 这个 艾比 你的对手 是个什么样的人 漂亮 大方 又很会演戏 会唱歌 还会 很会照顾人 会做牛排 而肖战最喜欢的 就是牛排 这些 我都不会 这些 我都不会 那基本上 你就是癌症晚期 没救 而且你听我说啊 艾威她这个癌症细胞 她 她还特别有钱 那更好 放弃治疗好了 但是 她离婚了 那就更完蛋了 为什么 男人通常都喜欢 成熟 有情调的女人 你 没有 那你的意思 我先找个人结婚 再离婚 肖战才有可能喜欢我吗 赵小青 你是有病吧 你说的那个跟我说 是一回事吗 我说 就你现在的智商跟情商 你根本没得比好吗 好好好 好了 其实我觉得 有一个人 应该可以救得了你 谁啊 玛丽 别逗了 马丽安老师现在还单身呢 你让我去找她 我学她 这怎么可能吗 我已单身一辈子算了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 我说的是 玛丽安的学生 莫妮卡 莫妮卡 莫妮卡倒是还可以啊 莫妮卡 是玛丽安手下 唯一一个可以正常 谈恋爱的人好吗 她当然可以救你 可是我之前跟莫妮卡的关系 我跟她开口多难为情啊 算了 我还是跟艾薇拼个你索乎算了 干嘛 干嘛 有一个女孩名为艾薇 我现在就叫你 看来你不用去找她 你的癌细胞主动涨上门了